截打疫情持续恶化 今天再增加沙拉感染群 一名来自沿县的本地男子两天前 在截打苏丹后巴西亚医院确诊染病 在经过追踪检测密切接触者之后 鉴定了三宗新确诊病例 他们都是患者的家人 目前还有76人等待检测结果 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今天发文告指出 我国今天增加26宗确诊病例 当中的20宗是涉及公民的本土感染 大部分来自吉达的沙拉、大活和瓜拉姆达的感染群 另外今天有三人康复出院 累计出院人数8831人 还有219宗是活跃病例 死亡人数则维持在125人